哎呀,专家的战友们好,你们眷吃了吗,你们往身上泼水了吗,今天是4月21号啊,4月21号啊,周末啊,昨天我和班农先生啊,在郭媒体啊,就有关郭台铭竞选台湾总统啊,这个问题我们俩进行了一个, 和咱们战友们的一个聊天啊,反应极大啊,严重的想是影响恶劣,因为共产党的中间来说影响恶劣啊,咱就希望影响恶劣啊,那么很多人,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啊,高度关注,从昨天播的中间啊,就有当事人给我发信息,不要说我的名字啊,不要说我的名字啊,当然没说了, 朋友是必须保护的,这是啊,那么,后来啊,看到港澳台啊,海外华人影响巨大,影响巨大,昨天呢,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期非常好的节目,那么,也有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文贵,你要挑战李嘉诚,为什么要挑战马云,为什么要挑战郭台铭啊,这个问题啊,很深刻啊,我本来今天要直播说呢,但是都半夜了,我怕这国内的战友啊,这又起床啊,然后又不好好睡觉,然后明天上班有问题,所以说我现在直播这种压力,考虑时间的问题,我就算了吧,录播一下, 实际上很简单啊,首先一些李嘉诚先生,啊,深度卷入,啊,对我们爆料合命的灭爆小鼠,啊,孙力军,孟建柱,王岐山,江家,江志成,啊,啊,郭台铭,他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安全,啊, 那当然是助纣为虐了,啊,而且还有更深的背后的原因,啊,咱以后再说,那马云就更不用说了,啊,装神弄鬼,啊,欺骗孩子,欺骗天家,卖假货,商业诈骗,大家看看马云有一几句话是真的,你看他骗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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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牙齦,你看看他骗的阮淫当年,啊,只要是大家能让他 当事人说心里话,你们会震惊的,不就是背靠着个共产党,背靠着江家,还有几个盗国贼家族,啊,啊,协盗国贼,啊,而令天下诸才子而臣服,不就玩这流氓吗,啊,啊,很多孩子们问我,郭叔怎么致富,郭叔不愿意给你们讲真相,讲了真相你就不置业了,啊,你就搞革命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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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孩子们当时你们知道这真相以后,你们就难以相信,啊,你们成长当中大人和老师跟你们说的话,所谓的正能量都是片能量,啊,都是片能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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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受不了的 你现在马云你往历史上,你看他说的话,啊,啊,你看看他当年怎么成长的,没有,政治他屁毛都不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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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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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雷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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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36 和郭泰銘,都是人中極 絕對是天才中的天才 同樣的事情 大家如果都願意走他殺這個天才走過的路 很多人也會是天才中的天才 因為他敢於冒險 敢於撒謊 敢於微底線,敢於作惡 如果你走這條路的話,那可能你有機會 但是在這三人的路的前面 有多少人 可以說是小命烏糊,家破人亡 太多了 失敗者是沒有人記住的 只有成功者和僥倖的 僥倖的留下的這種存在者 所以說事情很複雜 事實很簡單 作惡者有成功的機會 代價極大 所以說 中國老祖宗說的話 別老看賊吃飯 你得看賊挨打的手 包括那共產黨 那共產黨多少人進監獄了 誰記得呀 都記得在周端坑裡邊站著的人 倒下的人 在秦城監獄的人 文化大革命被殺的那一個個人 副主席 林彪 劉少奇 彭德懷 朱德 愛國人士 梁思成 陳奎因 林奎因 林奎因死得早 家族又如何 和 革命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 政治的東西 在中國 都是險惡 所以說 中國老祖宗 總結出富貴險中求 這個馬雲和李嘉誠先生 和這個郭台銘先生 冒險冒的比較大 但是最終你去想想 十年後 郭台銘先生已經是七十六歲 七十八歲 李嘉誠先生就一百多歲了 但是他老人家還都在 還有這 江澤民先生也一百一二十歲了 連那個毛毛江志成 那個時候也四五十歲 你想這鄉山什麼樣 周南坑人還誰在啊 所以說 別作惡 不要用一國人民的未來 和孩子的未來 來換幾個家族 今天短暫的享受 和掠奪的愉快 這個掠奪的愉快 會讓你付出巨大的代價 文貴啊 經歷過這些 看透了 看透了 所以說為啥挑戰你們三人 第一 對我本人 對我們爆料革命 具有巨大威脅 第二 與我們喜馬拉雅目標 有巨大的矛盾 第三 你們三個的 假 騙 盜 愚弄於天下 特別愚弄我們十四億中國人民 現在已經把香港葬送到這個程度了 還要把台灣給葬送 大陸已經成了地獄了 你要把香港台灣也變成地獄的一部分 那對不起啦 咱跟你個人無怨無仇 是你們找上門來的 接下來的事會很多 相當地多 相當地多 親愛的戰友們啊 戰友們 這些料 做菜樣 慢慢的料 慢慢的下 什麼八角啊 大魂香啊 小魂香啊 花椒啊 這個辣椒粉啊 最後再加點什麼料酒啊 是吧 然後呢 還得這個熱一下鍋 就啪把菜放進去 一打開 盼多拉盒子 才能成菜嘛 所以說 藏不住 藏不住 你們藏不住 新加坡能藏住嗎 歐洲能藏住嗎 過幾天啊 過一段時間你看看 歐洲是怎麼收拾你們 過一段時間你看看 世界怎麼收拾你們 我就不相信 你們現在能把 弄得這十幾人民 天天都捂得住 建了一個黃火祥 就讓國內人都變成傻子 苟且投生 然後呢 天天騙P2B 那海航 那陳峰 那冠軍 那劉承傑 那王岐山 那孟建柱 那孫力軍 就拉頭了 那不可能的呀 那不可能的呀 所以說 戰友們 咱們現在啊 大家記住 這個戰車已經啟動 它想停 難著呢 咱就是把這戰車 調的速度 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但是勝利在我們這邊 不在他們那邊 現在這兩年的變化 大家已經清清楚楚了 他們已經真的成了過節的老鼠 接下來 這週 下週 星期四 當委會 又要在紐約開大會 還有美國的金融界 在紐約還有個大會 某個組織 最神秘的 國內被形成 最什麼什麼會 也在紐約上週 叫威特斯特 威特斯特 威特斯特 那個地方有幾個神秘的會 大家查查啊 從這個紐約上城 往上走 叫 蒂菲尼湯 蒂菲尼湯 就是蒂菲尼那個首師 家族建了個湯 那個蒂菲尼家族全在那兒 靠盛哈德森河 再往上 然後就到洛克菲勒 他那個家族的家了 現在他老人家 最後一個洛克菲勒 最牛的人已經死了 就是那個 戴維洛克菲勒 然後 全部是他的家族 都是洛克菲勒家族 石油 叫石油鎮 然後在那邊就是 威特斯特 什麼 Ralph Lauren啊 什麼那個 美國的電視明星 那個廚房啊 這個 這個 Massas Massas是我的好朋友 但那天我去人家 照相的大廚房 看見了嗎 大中廠 然後呢 旁邊 那個誰呀 索羅斯 還有幾個大基金 大佬啊 都在威特斯特 幾個大明星 大導演 也都在那兒 美國幾個最牛的律師 也在那兒 像我的David Wallace 樓上房子賣了 幾個最牛的律師 全住那兒 包括剛剛 這個這個 幾個大的 這個 木製調查報告的 幾個律師 都在那兒 所以說 威特斯特 那地方也有回 這世界精英啊 都聚集在那兒 紐約下周 這幾個會啊 開完以後 我估計 都是各顯神通了 都要去到美國財政部啊 國務院啊 CIA啊 FBI啊 都要去遊說去了 都要各種力量 要說說 盜國賊的威脅 包括 特別香港的 這個 遣返法 這個太大的禮物了 太大的禮物了 讓世界 讓香港人民 醒過來 我今天早上 在這個睡醒的時候 看到香港 很多人 巨量的人 往海外 正在轉移 資產 好啊 好啊 顯崗的崗筆 看是什麼 還是講嘛 現在為14億人民祈福 好啊 戰友人 啊 國內的水倒倒啊 國外的好好休息